在1950至1990年間有很多世界大事發生 其中一件不大不小的當然是你的出生 沒錯 大部分觀眾大概都是這段蒙福的20世紀下期出生 你們經歷了一些歷史低潮和高潮 地球都一樣 教會都是 你可能記得前鋒會成為全球認可的教會事工 當年是1950年 亦是韓戰爆發的時期 接著一年之後 1951年 艾德蒙希拉里和丹增洛蓋 成功登上喜瑪拉雅山的聖武峰 新西蘭和尼泊爾人展現了人類耐力的狀舉 而同年美國推出了彩色電視機 在1955年 越戰爆發 一年之後第一間福林教會就在塞浦路斯成立 國務幾天 康奈爾醫生在利比亞的班加西成立了一間醫院 經常記著說 那是第一個以彩色播映的基督教電視節目 而同年的全球總會通過國外報道士 接受六星期的跨文化訓練 這是全球報道機構的前身 1957年 俄國人正忙於發射史普尼克號 而馬爾他歷史記錄到第一位文字報道士 然後在1958年 馬爾他政府准許每年舉行賣書運動三個月 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在卡斯特羅接掌古巴時加入美利堅合眾國 在布魯特一間福林報道中心開幕 報道中心什麼都做 包括聖經銜售貨和物理治療診所 還記得在利比亞班加西的醫院嗎? 同年1960年 阿倫謝法德是第一位進入太空的美國人 17位醫院職員組織著一間教會 翌年 柏林圍牆樹立起來 後來 班加西醫院收歸各有 幾乎所有福林信徒都離開了利比亞 1965年 祖古路牧斯開始了收音機廣播 每次節目都以奇異事件開頭 他很有創意地將節目命名為奇妙真相 並為每件奇異的事情配上簡單的聖經教訓 在1960年代 哈瑟克斯坦宗教禁謝令獲得放寬 或者哈瑟克斯坦亦都好像世界其他地方 開始對宗教不感興趣 無論如何 福林信徒成立了新的報道所 起教堂 並且公開聚會 在1969年 阿波羅11號的太空人在月球上漫步 在地球上 福林全球青年大會在瑞士蘇黎世舉行 同年 約翰費里曼成立主必快來國際航空 目的就是組織信徒去做短期的報道 20年後 他們與國際義工組織合併 成為國際主必快來義工組織 在1971年 藝術家謝斯柏約翰斯 被譽為以藝術呈現後現代主義的第一人 福林醫療體系兩年後破土 後來成為美國最活躍的醫療體系之一 在1979年 雖然沒有教職員或校園 巴西仍然成立了拉丁美洲神學院 為南美洲民眾提供學士課程 史嘉西夫婦和兩名小孩 是新成立的福林前線報道組織的 第一個報道士家庭 他們在菲律賓建立了一間教會 經常記著說 那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衛星電視報道連續節目 N95、N96和N98 贏得25,000至30,000個新信徒 差不多20年前 曾經封閉的蒙古成立了第一間福林教會 雖然最近增長放緩 1999年全球福林學校錄得超過100萬名學生 從50年代到新千禧年的開始 全球基督福林安司日會說 我願意 我們對新穎的想法說願意 願意採用新的工具 用熱誠報道士工使教會傳到世界的末了 我們並不是說增長是數以千計 數以萬計或十萬計 我們的教會增長是數以百萬計 232個國家 78,810間教會 18,470,257名教友 我們好像是沙漠裏面的沙 夜空中的星神 我們是海洋 那剩下的那個你又要怎樣呢? 世界大都會的人口都超過一百萬人 差不多一半的大城都是在十四十的位度之內 地球人口有六成居住在十四十的位度之內 而這個十四十支槍的三十四億人口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認識耶穌 而這個百分之一裡面 只有少於千分之一是福林信徒 在中東北非地區 每六萬五千人之中 才有一位是福林教友 有一個國家早在十六世紀就有報道工作 葡萄牙天主教的信徒使大量原住民信教 但原住民逐漸對葡萄牙感到厭倦 尤其是他不斷擴張勢力 不容忍其他信仰 亦參與販賣奴隸 今日 這個國家的國民 約有百分之一仍然是基督徒 使他成為地表上最少福音傳揚的國家 有人認為應該歸咎於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 其他人認為 這個國家的後現代化世界觀 和基督教並不相容 後現代化世界觀認為真理是相對的 大基督徒宣稱只有一位上帝一個真理 到天國只有一條路 這些人認為是傻瓜 這樣的形容是否很熟 日本的統計數字都近似 但這樣的解釋 是可以應用在很多其他國家 例如土耳其、荷蘭、瑞典等等 而且也不僅只有十四十支槍 有這麼暗淡的統計數字 另外有一個國家只有7.5%的成年人回教會 在過去20年 教會關門的頻率上升至每星期六間 是歐洲、英國被譯為最無上帝的國家 在美國 自認為基督徒的人過去八年每年下降1% 雖然仍然有70%的人承認自己是基督徒 但其中只有37%回教會 而這個時候的非基督教中派卻在上升 還有 從1990年到現在 此稱是無神論、不可之論 或者是無宗教信仰的美國人 從8%急升到全國國民的25% 去到2007年的中期統計是16.1% 在第一世紀的教會 史圖保羅對外邦人傳導 他傳導的路線證明雖然速度很慢 但保羅仍然走遍了地中海眾多地區 雖然意大利和希臘仍然有九原基督教的傳承 保羅的工作仍然是以東部地區為中心 在100年前 土耳其人口有20%是基督徒 今天這20%的基督徒已經下降至1%裡面的十分之二 當年保羅只能夠坐船或逃步過去 今天我們又怎能推堂呢? 在2013年 土耳其有109名教友 在兩間霍林教會聚會 而土耳其的人口幾乎是7500萬人 就算在我們最強的國家 我們跨口每10個人之中有一名是教友 但這也不算成功 因為這代表那個國家裡面 九成的人仍然是沒有接觸到三天使信息 或者我們應該用新的角度來看看這一行挑戰 你是活著會呼吸的基督徒羅摩斯亞會一員 你的基因裡面有豐富的遺傳 你已經適應 你已經裝備 你肩負著使命 但是我們的世界不斷改變 世界大部分的人口 從郊區大量湧入城市居住 所以就措袖了今天人口超過百萬的大都會 所以我們實踐步道的基因也因此要改變了 我們接觸群眾的傳統方法已經失效 就像我們的先賢一樣 我們必須要去重新適應 我們並不是去調適我們的信息 而是要改變我們的方法 封指的是我們需要新的角度其實是老舊的真理 報導並不是關於國家 而是關於人民 兩個人之間的愛的關係 可以是報導自然產生的副產物 而真誠的人和人報導 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 無論你是派到十四十次箱 或者是你父母家的門口 即使是商人 或者是媒體行銷人員都知道 最受信任的廣告那是口碑 那些人願意接受那些 和他們有關係的人所說的話 所以我們必須和我們信仰生活圈之外的人 建立關係 無論這些人可能是不同信仰 或者是沒有信仰也好 甚至是我們自己的兒女 作為教會的我們 可以將這個古舊的真理 以新方法應用 全球分會已經有進取的策略 例如生命和希望中心 影響力中心 全人健康推廣和小組活動 借助上帝的幫助 我們仍然可以在大都會接觸到廣大的人群 等嗎 我們